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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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一条鱼呀 娘啊 这条鱼啊 可是儿子钓了好久才钓上来的 所以特意给娘做了鲤鱼豆腐汤 娘快趁热喝了 补补身子 好 儿子 听娘的话 跟娘一块吃 娘 你是知道我的 我的饭量大 我吃这个就行了 儿子 乡亲们又推荐你笑脸入室了 这次啊 你可一定要去呀 要给江家争光啊 娘 天大地大 不如娘亲的 这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娘就别想了 赶快趁热喝了吧 要不就凉了 好 来 娘 不好了 恩兵来了 孩子 你快逃命啊 娘在这儿没事的 你赶紧走 娘 别担心 有儿子在哪儿 哎呀 不 儿子 这冰火马烂的 你保密要紧啊 你赶紧走 娘 有儿子在 你不会有事的 哎呀 哎呀 你快走 快走 不 娘 我答应过你 绝不能好弃娘 要走的话 跟孩儿一起走 你快走啊 娘是快死的人了 你带着娘 快拖累你的 你快走啊 娘为了孩儿 守十月怀胎之狗 追心之徒 其实孩儿 毕生所能报的 娘 相信你 跟我一起走 不 娘是快要死的人了 你带着我 只是给你拖累了 你还是快着逃命啊 娘 来不及了 快 娘 娘 娘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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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啦 快把娘放下 你先跑 不行 抛下母亲独自偷生 而她有什么颜面 狗会有事上 儿子 你好 娘 马上就能出城了 那病人一定不会追来 我们先去城外躲一躲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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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去呢 大哥 大哥这不是回去看的 只要躲狗乱兵 说不定咱还能回家 没事的 买个赞 乖 真乖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了 也不知道能熬到几时 倾天由命吧 娘 娘 娘 有东西吃了 秦泉山中蝶果甚多 我这采了些让母亲撑击 给乡亲们分一些 娘 你也饿了好几天了 你也吃点 娘说了 给乡亲们分一些 来 来 谢谢 你们吃啊 来 来 谢谢 来 谢谢 来 儿子 你也吃 不好了 不好了 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要攻带宁资 放火烧了房子 他们不走了 什么 这怎么办 那我们怎么办 现在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我难 我难 对 我们惹不起他们 我们还躲不起他们 那我们银梁怎么办 老兄 先顾命吧 别顾银梁了 你说呢 我难 我哪里走啊 我哪里走 江哥 你说我们这大才子 你就帮我们大伙儿拿拿主意吧 是啊 是啊 事不宜事 如果我们被亡兵抓去 不但要从军 而此下重老幼 更无人照顾 往南 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对 往南 往南 乡亲们 连大才子江哥都说我们要往南 那我们就往南 好 走 走 走 来 走 娘 我背你 来来来 快快快快 娘走不动 我娘不走了 你带着娘这会拖累你们 我答应过你弟 如来如何江家不能无后 娘 你跟爹保证我 孩儿 又和尚没有发过誓 要好好孝敬娘 如果孩儿 不能奉娘娘一养天年的话 孩儿 还有何颜面去面对江家的列祖列宗啊 娘实在不愿意再拖累你了 儿子 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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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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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累吗 还好 不累儿子 不累 娘 你看 这好像乱病没有来过 是呀 儿子呀 你休息一下吧 真是孝敬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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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路要紧 没事了 娘 你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了 好 我就回来了 怎么回事 眼瞎了吗 敢抓我大哥 淘打是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啊 赔钱 二位兄太 小弟初来跪地 身无常物 确实没钱 没钱可以 给我做工 直到把钱还清了 再帮你走也不迟 慢走啊 二位兄太有所不知 我和我母亲 一路从林姿逃难至此 再加上我母亲 腿脚不变 我若留下来的话 只怕我母亲 无人奉养 别装了 这么远的路 你会带你娘过来 我 隔儿 娘 二位小哥 我们母子真的是逃难过来的 身上确实没钱呢 娘 别担心 没听见吧 二位兄太啊 是想让我留下来做工 而且还能赚钱呢 这真是你娘 她真是我儿子 这么远的路 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我是一路背着我娘过来的 如此孝顺 天可怜见 我们要是不帮她一马 也显不出我们兄弟一起不适 这位兄弟 要我们暂且帮你找个容身之处 如何 真的啊 是啊 江某 多谢二位兄太 里边请 来 娘 来 快请 您坐一会儿 娘 你也累了 这间屋子啊 暂时空着 简单了些 你们就先凑合着住吧 还不快谢谢恩公 哎 江格 谢个二位恩公 谢什么 不过住是住下来了 人生地不熟 怎么挣钱养家呀 不如跟我去做工 你看如何 有 如此甚好 这样 不仅能够补贴家用 而且 还能让我娘安顿下来 多谢恩公了 客官要点什么 伙计 来试金虾米 哎 rar 老婆 你怎么干活的你 老板 对不起 真是废物 娘 来 娘 赶快吃吧 娘是快见你爹的人了 你呀 就不要为了娘这么浪费了 娘 你这是什么话呀 我救你一个亲娘 我不孝敬您 我孝敬谁去呀 你呀 娘真是拿你没办法 来 跟娘一起吃 娘 快吃 儿子 你在外面做工 没受什么苦吧 没有 没有 没有就好 老板 能不能把这几月的工钱给我支了呀 不是给过你了吗 老母年迈多病 我想哪个工钱请个郎种给老母看病 没钱 掌柜的 我真的需要钱给娘看病啊 行行好吧 呦 你们这是怎么了 呦 潘老板 买米来了 姜格 你这是怎么了 说话呀 有什么话你就说呀 我娘病了 我着急要工钱给我娘看病了 掌柜的 你是不是又欠人家工钱了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你的毛病我还不清楚 人家要工钱也是天经地义 而且又是为了给老母亲看病 这样的钱你都敢欠 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啊 没有 真没有啊 走开 今儿我做主了 你这 姜格 他欠你多少钱 我这真没多少 没多少 你费什么话呀 我 你 你 够不够 够了 够了 他要是再为难你的话 就到姐姐这儿来 赶快拿钱回家给娘看病去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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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格 哎 哎 潘老板 你看看你 光顾着照顾母亲 自己成什么样子了 哎 好 我给你拿着啊 哎 我没事的 哎 哎 快去照顾母亲 你看看他吧 拿着 不不不 这怎么能行呢 刚才已经很感谢你了 拿着 穿新鞋啊 还要走老路 还是要孝顺母亲 赶紧回家 看 看你娘要紧 看你看了 哎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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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要是有个这样的儿子 该有多好 我要是有个这样的儿子 该有多好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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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娘是不行了 你不要为娘瞎忙碌了 娘 你别瞎想 郎中都说了 娘的病 病无大碍 喝点药就好了 娘这几天 天天都做梦 都梦见你爹了 看来呀 娘真的要去见你爹 你的苦日子 要熬到头了 娘 这怎么可能 都是孩儿不孝 傻孩子 你已经够孝了 这是娘的手术到了 娘的病啊 娘心里清楚 活不成 不 是孩儿不孝 娘回孟见爹 是因为娘想家了 等儿子筹够了钱 孩儿就带娘回家 回家 对 回咱们自己的家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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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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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 你看看 风远奇 雨远奇 林子的将格最新勤 双是天下大孝子 却是无前海木鸡 风远奇 雨远奇 林子的将格最新勤 双是天下大孝子 却是无前海木鸡 没有钱买新鞋 真是窝囊 我看 他连买糖的钱都没有 小兄弟们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当你们拿钱 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你们的父母 来 你们想你们的父母 生你们养你们 你们如果不听话 不孝顺的话 那你们算什么呢 算了没有 保证你父亲 穿得舒舒服服的 再来 好 胖老板 你收摊了 姜格 来 我帮你一起收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 没关系的 姜格 来 这个 给你娘买东西吃 潘老板 这钱我不能收 我真的不能收 那你就收下吧 潘老板 我真的不能收 你先拿这宝 回去了 什么 你要走 老母思乡 外账年迈 所以 我不得不走 你走了 我的店怎么办呢 这生意刚好起来 掌柜的 人家也是一拼孝心 你就给他结账吧 那好吧 就这么多啊 你 胖老板 算了 算了 就这么点钱 怎么够你回乡啊 来 只要够不收 请吃喝 早日到家 我就是受再多的苦 我也不怕 你去前面等我 好 姜阁 胖老板 送给你 这 这怎么行啊 你千里被母 已经够累了 再说 有了她 你娘也可以少受点罪啊 阁体娘 谢过恩公 你这是干什么 快点起来 恩公对阁的恩情 阁 无以为报 快起来 赵儿 是 我也是母亲 我也经历过十月怀胎的辛苦 有你这么孝顺的儿子 是你娘前世修来的福报 好好待你娘 哥 谢过恩公 恩公 请多保重 你啊 你看 家乡还是跟以前一样漂亮 是啊 还是家乡好啊 儿子呀 回来真是好啊 对 回来真好 累不累啊 不累 等一等 你就是姜阁 在下正事 诸位乡亲 将隔今日行庸共母回乡 孝廉之名实至名归 本太外要举荐她入朝为官 为天下效命 诸位意下如何 好 好 好 大人 请出在下不能答应 哦 说说看 有道是父母在不远游 大人 你也看见了 我母亲腿脚不便 高堂在上 如果江某被名利所获 岂不是辜负了母亲 对我的养育之恩 格儿 娘 不要再说了 格儿断然不能答应 江俱孝 我真是服了你了 我答应你 不过今天请众位相信 做个见证 他日若老母天年有暇 你要答应我入室 报国安邦 江某谨记大人之言 大人 告辞 就是批诟的 呼呲 在村牛 娘 娘 吃药了 娘 疲我 归下 儿啊 娘这辈子 苦也吃了 福也想了 等为娘百年之后 你记住 不要为娘守孝 要为百姓 去做点事情 为娘在天之灵 也是安心瞑目了 娘 有当时 父为我所以 你爹走了 娘这腿 也不行了 这么多年 娘想死的心都有啊 只是舍不得儿啊 娘 都是孩儿不孝 不 可是我有个好福报啊 娘有你这么一个孝顺的 东室的好儿子 始终对为娘 不离不弃 为为娘 忙且忙口 为娘 为娘 才能有今日啊 娘 你数十年 寒夏不变 儿啊 真是难为你了 也不易啊 娘 看你说了什么话 儿子 儿子 孝顺娘 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可是为娘 霸着你好多年了 娘知足了 我男儿要志在四方 儿啊 你要出去为天下的百姓 静静孝啊 不 孩儿要一直守着娘 一辈子守在娘的身边 儿哪儿也不去 儿一辈子守着娘 傻孩子 你可娘是两代人 怎么说是一辈子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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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娘 儿子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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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娘 吃饭了 您吃 娘 你知道吗 孙东 刘大娘家的孩子 上前线抗击匈奴立了功 现在已经是中式将了 隔壁武术家的孩子 也已经结婚生死了 两位是 江孝莲 不 应该称江大人 此话怎讲 阁下已被朝廷捡拔为 箭矢大夫 至五百担 恭喜江大人了 还不快奉赵 在下 恕难从命 江大人 此话如何说 第一 魏母属孝三年 契约未到 第二 老母病逝 隔之罪 戴罪之人 又如何报效朝廷 朝廷好意 将隔心领了 请回复朝廷 隔不能接召 真是淤府之人 山东之地 谁不知道你是个大小之人 你已经尽责 何必如此固执 不肯封诏 大人有所不知 老母 生养江阁实属不易 而江阁如此恪守三年之约 就是为了赎罪思过 万请朝廷成全 好吧 我们回去 赴命就是 江阁 替母还礼 太尉大人 你这是 江阁 你可是要问我为何在此 学生不敢 如今你的孝道可是欲满山东啊 老夫都要看看你的孝道在哪里 大人 江阁替母守孝 不敢言孝 好个不敢 你口口声声为母守孝 你这是在孤明调狱 你可知罪 请大人赐教 老夫闻听令堂早有一命 百年之后令你出山报国安邦 你可倒好 至母亲一命于不顾 非要守三年之小孝道 至朝廷诏令于不信 保全自己名声 弃天下苍生于不顾 你的男儿之志 兄怀天下的大孝道 哪里去了 大人 江某实在是 孰情孰众 以自由分寸 照令在此 你自己去想 天下出定朝廷正值用人之计 令堂在天之灵 想必也会明白他 江某 遵旨就是 江大人什么意思 我们带着礼物过来庆贺 自己却不献神 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吧 就是啊 司空长使掌管朝廷府库 地道的肥差 人家哪里看得上我们呢 我就不相信 这人能有这么干净 这么廉洁 谁知道 既然来了 我们就等等吧 好 那就等等 江大人到 恭喜江大人 各位 今日前来为江某高声贺喜 江某心里了 不过 江某有件事要告诉各位 江某辞官了 为什么呀江大人 这好好的 为什么要辞官呢 其实 今日各位前来贺喜 无非是看中江某 掌管朝廷府库 日后想从中得利 如果江某和各位同流合污的话 那不是置朝廷于不顾 枉费天下之黎明 今日 今日 各位的俸禄 衣食父母 皆来自于天下黎明之高血 江某 实在不忍心 看着各位吞噬父母高血 贪赃枉法 各位多保重 江某告辞 这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啊 这说江大人怎么办呢 成何体统 参见太大卫大人 主公丰禄 难道不是百姓血汗 江某刚之不额 实在不想看到你们这群阿谀之徒 贪赃枉法 王子死了性命不说 背负一师骂名 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朋 有何面目苟活于世 大人下官知错 请大人赐将 皇上下证 今天在场各位 务必要将江格请回来 他回来便罢 若他不愿回来做官 你们就和他一起种地去吧 这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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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有 你 有 有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